就说了这样 你是不是看不起我 对 怎么会有这个反应呢 孩子 我当时也是一时心急 其实不是故意的 接着咱们说说 这男网友的事 你知道吗 我男网友 我知道 他跟我说了 你怎么看这件事呢 我挺人气的 你气啥呀 他跟你打游戏 和他聊天聊得挺暧昧的 那你呢 你去哪了呀 那我跟人聊天怎么了 那你不陪我 我没有人说说话 我在这边 我朋友都没有 那我玩游戏认识个好多人 又怎么了 那我今天这个局面 不都是你造成的吗 天哪 你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他为什么跟那个 打游戏打得那么热闹 还聊天呢 可能是我当时 上班比较忙吧 没照顾好他 没照顾好他 对 那你在天津市 有工作的对吧 对 那你上班 你不是得有同事吗 得有自己的社交圈 有吗 多少有点 但是不是特别好 你现在的主要时光 是打游戏是吗 不是我在工作 就工作之外的业余时间 对 就是上次吧 我想让他多陪陪我 那天正好我俩都休息 说好的一起出去 陪我逛街的 然后可是当天 他又说他要加班 然后我又不是那种 部门事理的人 那你要加班的话 那我就自己去逛街好了 我就逛街的时候 就碰见他同事 他同事说今天根本就不加班 后来我才知道 他是跟他朋友出去喝酒 我吃饭去了 你要故意不陪我呢 为啥骗人家啊 我当时那天 我朋友过生日 我跟他们喝酒打游戏了 那你干嘛不带他一起去啊 他不也上班嘛 我看他挺累的 就没让他去 而且我们还喝酒 那你直接跟他说 你说我朋友过生日 这也没什么呀 干嘛骗人家啊 我怕我告诉他才会生气 不为他逛街 跟我朋友去喝酒打游戏 你的朋友我一个都不认识 你是不想介绍 我给他们认识吗 你不希望我们有未来吗 为啥不介绍 谈了两年恋爱 朋友不早就应该 交集在一起了吗 我只是知道叫什么 但是从未见过 也就没有当面的 认真地介绍给我认识 你们谈了两年恋爱 等于双方的朋友圈 还没交集在一起呢 没有 那你们大学那些同学呢 大学同学都是五胡四海的 都各奔东西了 就没有几个联系的 然后我的高中同学 也都在内蒙那边 就是我在这边 就没有什么朋友 所以你给我描述的 基本上面是你 孤苦伶仃的一个人 为了这个男人 和一份感情 留在了天津 是这意思吧 姑娘 我当初留在这的时候 我几乎把所有的希望 都寄托在她的身上了 结果我现在 真的特别失望 那你今天 你想来干嘛呢 我觉得 我在一起这么久了 如果现在跟她分手的话 真的挺舍不得的 然后我希望她可以 为了我改一下的 然后我想跟她结婚 就是可能是有点早 但是我就是想要她的答案 她当初把我留在这边的时候 说了是要结婚的 可到现在她只字不起 我就想要一个答案 那个结婚 我是肯定会跟你结婚的 我觉得我们现在还太小 我们还年轻 趁这个时候应该分头几年 就是你现在还没有结婚的打算 是不是这意思 对对对 姑娘见过她的家人了吗 没有 她也没见过你的家人 没有 她跟我父母就是有着冲突嘛 我就想让她回家跟我缓解 可是她就是不敢见我的父母 不不不 你看啊 她也不陪你 对吧 她还撒谎 她对你父母态度又不好 那你干嘛要嫁给这么个男人呢 别嫁了呀 可是在一起这么久了 我总是舍不得呀 怎么回事啊 我们之前在学校的时候 我们挺好的 跟她在一起的时间挺长的 除了在寝室 剩下的时间都跟她在一起 对 那个时候 为什么有时间跟她在一起 现在不行了呢 现在工作挺累的 对 就工作你可以工作嘛 工作完了之后呢 回来朋友让我跟她打游戏 我想送送送送的 你这么说吧 现在游戏比她有吸引力 对不对 反正也不是 我觉得我现在有一颗 爱玩的心还没收回来 那你直接说不就完了吗 你说我现在没收心呢